欢迎收看第103期武器大江汤 在二战中有相当多的枪械 而德国制造的每一款武器都可以说是精品 不过在实战中德国哪一款枪械是最强悍的呢 我想很多人心中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名词 那就是被称为希特勒电锯的MG42机枪 二战中最强的杀人武器非MG42机枪莫属了 当年一战之后凡尔赛条约规定战败的德国不可以制造重机枪 不过大家都知道曾经有着欧洲最强陆军称号的民族 怎么能够忍呢 条约说不能配备重机枪不是吗 那他们就造一个完全不是重机枪的通用机枪 所以这款号称希特勒电锯的MG42机枪就正式诞生了 这款机枪最大的特点就是射手 而更换枪管也非常的方便 几秒钟就可以更换完毕 所以其可靠性和压制能力是非常高的 而MG42的供弹方式也非常的奇特 可以选择50发弹匣或者是300发弹链 而使用弹链的时候可以选择左右边供弹都是可以进行的 而金属冲压工艺生产的MG42机枪不仅节省材料和工时 也更加的紧凑 这对于金属资源非常缺乏的德国来说 是很好分别出单个子弹发射的声音 而这款MG42机枪由于色素极快 发射的时候声音是类似于高速转动的电锯 所以当年的老兵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这种恶魔般的声音 对于他们来说这声音就是死神的声音 所以美国大兵称之为希特勒的电锯 后来这款恰 你想来一把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进行讨论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武器大厂堂 更多精彩武器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限量微博武器大厂堂获取 我们下期见 欢迎大家在微信里面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按钮 选择天恰朋友点击最底下的公众号 并输入武器大厂堂 选择第一个大厂堂 点击关注支持我们 欢迎在公众号里面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 大家也可以用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行关注 您的支持和建议是我们改进和努力的方向 在这里谢谢大家